- 戰爭是世界上最醜陋的一件事情,而且可以把人性最醜陋的一面完全毫無保留的展現出來,會讓人做一些平常不敢做或是平常不會做的事情。 在我們活著的年代,每個人都有智慧型手機,都有網路,每個人都可以在社交媒體上面分享新聞的時代,代表我們的資訊很流通,但是同時也表示每個人的觀點,每個人的看法都是可以展現出來的,不管是不是真的,不管是不是好的。最重要的是,個人情緒都可以完整的被表達。 所以在我們的時代,我們每一次看一個事件,看一個新聞的時候,都要非常小心的去了解,不要被別人牽著鼻子走,別的情緒牽著鼻子走。 上個星期有一個大新聞,就是共和黨的Kevin McCarthy,喪失了眾議院發言人的職位。另外一個大新聞就是以色列跟哈馬斯巴勒斯坦的戰爭。隔了一個禮拜,我來分析一下我是怎麼看的。 首先,眾議院發言人的這個職位之爭,是一個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這件事情,跟民主黨證明了,共和黨的分裂,兩邊都是對左派有利的。 一邊證明了,建制派的McCarthy會跟民主黨協商,然後保守派的代表Freedom Cocker,是會跟民主黨合作來達到政治目的的。 各位要了解的就是,這次Matt Gates可以成功的請Kevin McCarthy下台,純粹是因為民主黨全部都支持他的提案。 左派現在可以完全確定的是共和黨完全分裂,而且會願意跟自己合作來取悅自己的選民。 這一直以來都是共和黨最大的弱點,我現在講政治人物是什麼? 政治人物一直以來存在的方法就是取悅選民。只要你選我,我就可以幫你做所有你想要做的事情。 你想要星星嗎?我摘給你。你想要月亮嗎?我送你上月球。你想要太陽嗎?我設下來給你。 簡單說就是,告訴你的選民他們想要聽的東西。這個就是民主。 那當你競選的時候的承諾沒辦法兌現的時候,該怎麼辦呢? 你有幾個選擇。 第一個,你可以坦然的跟你的選民說出事實。你可以說,我盡力了。以下是我們努力之後得到的成果。 但是這個回答的問題就是,另一個人會跑出來跟你的選民說,你想要星星嗎?我摘給你。你想要月亮嗎?我送你上去。你想要太陽嗎?我設下來給你。 所以你可以選擇相信你的選民。會了解說,你有你的難處。還有你已經盡力了,跟他們說實話。 基本上好的政治人物都會這麼做。他們會誠實的對他的選民。就像我們前一陣子遇到Carrie Lake,他就直接跟我們說,他盡力了再去做這件事情。而且他現在還在奮鬥當中。還有我們一直支持的情政國也是這個樣子的。沒關係,我們繼續努力一切交托神。我們不可以氣餒,我們不可以放棄。我們不知道。 神的勝利是什麼。但是我們必須做我們該做的事情。佛州的州長Ron DeSantis也是這個樣子。在墮胎的議題上面,我們想要全面禁止墮胎。但是我們目前做不到。只可能有80%。只可能是60%。但是這個就是事實。這個就是人生。這個就是政治。但是就是會有人跑出來跟你說,你看他多無能。選我就對了。然後如果你的選民很情緒化的話,就是可能會跑票。你就有可能會跑票。 輸掉選舉。那原本可以避免這個樣子的事情發生的就是黨內協商。你屬於的黨可以透過經濟制裁的方式來打壓你。如果你做出來這個傷害黨的事情的話,這個在民主黨跟共和黨裡面,其實都有這個樣子的機制。共和黨比較慘。因為共和黨只支持幾個重點的選舉。民主黨比較不一樣。他們的黨產很多都拿來支持他們的候選人。所以就像這個AOC, 那個時候在那個地方跟Nancy Pelosi鬧翻的時候,並不是AOC真的願意同意Nancy Pelosi的這些政策。而是Nancy Pelosi掌控了AOC的這個選舉經費,還有各方面的東西。 而Kevin McCarthy一開始可以當議長,最主要原因就是,他當時必須承諾Matt Gates的要求,Freedom Caucus的人才會投票給他。其中一個就包括這一次讓美國政府徹底的崩潰的提案。 只要黨內有一個人提案,就可以申請把議長撤除的投票。這個是一個一開始就不應該存在的國會運作模式。為什麼呢?因為這只會讓國會議長的席位變得非常的薄弱。原本是要黨內通過半數的人支持才可以投票讓議長下台的。現在只要一個人就可以了。也就是說現在國會裡面,建制派跟保守派可以互相隨便亂開炮。 而且都會得到民主黨的支持。因為民主黨就是要共和黨自相殘殺。然後在共和黨控制國會的情況下,他們什麼都做不了。 例如,如果這一次我們真的很幸運地選出了Jim Jordan,他真的來當議長了。建制派只要派一個人上來提案,就可以撤下Jim Jordan了。 就算今天Matt Gates提出來很蠢的提案,讓川普當議長,也只需要任何一個共和黨的人出來提案,就可以撤掉川普了。 Andy Biggs,或是任何一個下一個當議長的人,任何一個人都可以促成黨內大亂。議長也就隨便消失。 也就是說,只要這個規則繼續存在,就算你可以選出來一個完美的議長,比Kevin McCarthy好一萬倍的議長,都沒有任何的意義。 因為只要有一個人出來投票,他在拉兩三個人他的鄰居,他們就可以靠著民主黨叫現在的議長下台。 所以現在在網路上,我前一陣子,現在已經沒了。之前很多人在說,Kevin McCarthy下台,太棒啦,太好啦。 其實並不只是這個樣子而已。Jim Jordan可以上台,然後只要有一個共和黨的眾議員說,你是個rhino,為什麼我們現在還在給錢給烏克蘭,OK? 就可以發動議長下台的投票。保守派的人更容易遭到攻擊。 所以這個Mad Gates鬧出來這個鬧劇,這個規則必須要被撤除。不然眾議院的議會,隔三差五就會換議長。 以下是Claudia Tenney,她是紐約的共和黨,你可以說她是個rhino還是什麼的。 但是這個樣子的共和黨人,現在是有必要要存在的。 她也想要降低開支,她也想要降低稅收,而她可以在紐約這個深藍的州贏得選舉, 就是因為她可能在墮胎層面的選擇很搖擺,在同婚上面很開放。 但是,這樣子的人,在我們成功翻轉我們國家的價值觀之前, 在全美國的人都願意跟從神的律法之前,我們就是需要這個樣子的人存在。 我們不會被批評了這些檔案。 沒有錯,聽她的這個言論之後,大家可以知道就是,這位rhino是對的,她說的一點都沒錯。 但如果,共和黨下一任推出來的議長不管是誰,都必須要撤銷這個毀滅性的規則, 不然這一切就會被民主黨掌控。 我很支持Matt Gates,我覺得她很棒,她是愛國者,但是她要求這個規則是非常糟糕,而且不合理,不應該存在的。 但是,Kevin McCarthy應該要下台。 她當時為了要當議長,為了要得到這個議長的席位,而接受Matt Gates這條規則的提案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應該知道,Kevin McCarthy就是一個會為了得到選票而妥協的人。 而且她親自的證實了這一點,她是會跟民主黨妥協的。 她為什麼當時接受Matt Gates的提案? 是因為民主黨當時的承諾,Nancy Pelosi當時的承諾,說 如果有一天,Matt Gates搞出這場鬧劇的時候,Nancy Pelosi會派人支持她。 後來我們勝利,我又在議會議,我變成議會議員。 她們就在議會議。她在議會議。 我已經有議會議。她在議會議。 她在議會議。 她說她我經常沒問題。 她說她們,我聽說她們,她們想要這個人,她們可以任意。 她是唯一議員。她她們唯一議員。 我曾經提議,她們有能力,但我不會害人。 我失去的機會,我失去支持她們。 她說她們,她們借給她們。 我總共來你回應。 我會做同一項提供De Boehner 同一項提供Paul 因為我相信在社會上 我認為今天是民主黨的政治決定 我認為他們在過去做的事情都傷害了社會上 他們就開始離開人們的委員會 他們就開始做了其他事情 我怕的是社會失敗 Kevin McCarthy 說的一點都沒錯 最純的地方就是 你怎麼會相信Nancy Pelosi 你怎麼會相信民主黨 當你自己的黨都分裂成這個樣子的時候 你怎麼會相信一個一直在捅你的敵對黨 Nancy Pelosi 會動員全部的人把你搞下來 難道你不知道 然後這個一直以來都是他想做的事情 然後你Kevin McCarthy 選擇相信他 為什麼會發生這個樣的事情 就是因為Kevin McCarthy 想要全力想瘋了 敵人的敵人就是我的朋友 OK Nancy Pelosi 也討厭 Matt Gaetz 跟 Freedom Caucus 的小組 所以我只要跟 Nancy Pelosi 合作就好 然後忽略保守派要求了這個民主黨在國會的開支上面的增加國債上限的妥協 Kevin McCarthy 惹怒了自己的黨內的聲音 然後現在被搞下台了 而 Matt Gaetz 也是跟民主黨合作 只有8票就讓現在的議長 Kevin McCarthy 下台了 兩邊都在跟敵人交易 兩邊都從敵人那裡得到了力量 兩邊都以為自己很聰明在利用敵人 導致現在共和黨的醜陋、分裂、規則、亂七八糟 全部都展現給全世界看 我們看得很清楚 敵人看得更清楚 我們這些保守派想要把 Kevin McCarthy 拉下來 敵人更想要把 Kevin McCarthy 拉下來 敵人最想要看到的就是 我們分裂的不知道自己在幹嘛 彼此攻擊 就像選總統的時候 支持 DeSantis 跟支持川普的互相統刀 然後沒有事在那邊發誓說什麼 就算2028我也不會選他 還有什麼什麼什麼的 還有當初像說在選加州州長的時候 支持 Kevin Kiley 的人 跟支持 Larry Elder 的人 在網路上互罵 其實最開心的就是 Gavin Newsom 只要是有眼睛的人都可以看得出來 美國現在的問題跟美國現在的腐敗跟錯誤 而任何人都可以使用現在的錯誤跟腐敗 讓你感到很神奇 當你生氣的時候 你就會變成一個沒有腦子的 Noninokoru 然後當你成為一個 Noninokoru 的時候 你就會變得很容易被敵人控制 而導致你可能捐錢 然後叫你做什麼什麼事情 或叫你促使什麼暴力的活動之類的東西 最後受傷被敵人打垮的 犧牲的都只會是你而已 所以聖經才會告訴我們 Be slow to anger 真言十四章二十九節 不輕易發怒的十分聰明 輕易發怒的大顯慾望 詩篇三十七篇第八節 你要養智怒氣消除烈怒 不要心懷不平那只會導致你作惡 雅各書一章十九到二十一節 我親愛的弟兄們 你們要知道 人人都應該快快地聽 慢慢地說 慢一點動怒 因為人的差怒 並不能成全神的義 所以你們應擺脫一切 污秽和所有的邪惡 以溫柔的心領受 神栽種的道 這道能救你們的靈魂 這一點是我必須加強的 我個人是一個很沉不住氣的一個人 我看到一個不公義的事情 其實是非常容易發怒的 講話也是非常的直 這是一件不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我當下看到這個新聞的時候 我的確是非常開心的 就是說 對 OK Kevin McCarthy現在下台了之後 現在保守派就可以推翻這一切 來整頓美國了 可以降低美國國債 但是我不知道要做什麼 我也不知道要說什麼 針對這個我想了幾天之後 而且用了現實層面來看 我才覺得說 這其實並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就像我支持川普 但是我看到他對於墮胎 還有變性人的妥協 我很不能接受 但是 他是必要的 我在這些觀點上面 我永遠不會妥協 但是依照目前的情況 我們就是必須要投票給一個 會整頓整個華盛頓的人 所以大家今天請幫我禱告 也幫自己禱告 不要生氣 不輕易發怒 我們才能做到 就是溫泉的像鴿子 零巧像蛇 我們才可能有智慧的 翻轉我們的國家 這就是我目前針對這個 美國的國內眾議院 亂象這幾天的思考跟理解 對於以色列跟巴勒斯坦 目前的戰爭 幾個小時之後再發影片 感謝大家收看 我是Ethan 更多美國情報 請持續關注AI News 我們可以做到 我們工作人員 方便可以做到 還有 rans散 每個人都可以做到 這次的活動 我是Ethan 很優位 她在畫面